今天在我昆頓身邊有熊維佳 Hello 大家好 我是Kylis 熊維佳 Hello Kylis 你好 今次又新歌了又有 是的 沒錯 這首叫做 Love Me Lot 是你的應該是甚麼五部曲 失戀五部曲裡面的第二部曲 失戀五部曲裡面的第二部曲 因為之前不是失戀五部曲的 那個說法 因為它是由一個愛上五部曲演變出來的 失戀五部曲 現在這個 Love Me Lot 五部曲 去到甚麼情緒關口呢 現在去到第二部就是憤怒 憤怒 在失戀裡面感受到的憤怒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我經常說一件事 有些人不經常討論一百萬個分手理由 你們有沒有聽過 其實我自己經常都會想 就是 其實只有一個理由 只有一個理由 只有一個理由就是不愛 沒錯 你說多少那些無謂理由都沒有意思 其實就是在 但是我又會想 但是在拍拖過程裡面 你會不停地跟對方說 然後說我很愛你 但其實最後當你分手的時候 甚麼都是假的 你之前說多少都是無用無意思的 原來就是不愛 這樣就分手了 所以就是那個憤怒 就是以前你說怎麼愛我 所以就形成了那一句 即是數回頭 你以前說的話是假的 對 假的 就是有這個情緒 嗯 我聽到其實都是一個 比較有型的曲式 沒錯 就是連續兩首歌 放在你身上的時候 上一次就暗黑一點 都是 這兩首歌都是比較有型一點的感覺 是 也是劇集的Johnny去幫你處理 沒錯 來到第二部曲 你想做憤怒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你跟Johnny 怎樣去溝通這件事呢 其實我反而 我對那個憤怒 是有一點點意見 一開始 因為Johnny哥哥都會給我幾首的demo 給我 去選擇 然後我就跟他說 哎 前面有些 又好像過了一籠 有些憤怒 好像又未去到那樣的憤怒 但有些好像又太過開心 即是太過興奮那種罵人 但我最後呢 現在 又有他 很搞笑 Johnny哥哥幾首的demo 是三種很不同的憤怒 他給我選擇 然後我就跟他再解釋 說一下其實心裡面應該在想什麼 我的憤怒其實是什麼 我覺得我自己原來是 即我再反思一下我自己 其實我就覺得 原來我的憤怒 是有一點點 喜歡暗串人的 嗯 即我是喜歡 噓人 就不是直接 被說話人聽 對 我是喜歡被說話人聽的人 自己很壞 然後我就跟Johnny哥哥說 我說不是 我喜歡暗串他 我喜歡被說話他聽 結果呢 就形成了這次的憤怒 其實又不是真的很硬 為了要罵他 但反而在歌詞上面呢 我就斟著了一點點 因為我跟Johnny哥哥說 一開始那個詞 Johnny哥哥寫了一次給我 然後我就說 有些東西真的不 不是這麼漂亮 結果呢 我就自己落筆了 那我就開始去寫 有些詞就去改 我就想 不是要吹這個位置 要這樣吹才行 結果呢 就把那份詞也有改過 結果就 現在有這份詞 和這個曲 那就是 當你聽到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感覺到 卡拉斯那種的 那種生氣和那種 喜歡話人的方法 到底是怎樣 是否真的說 之前Johnny寫了 三首Demo給你 三首你都 不喜歡 不是一回事 不如 我記得是有三首 溝通完之後 他就再特地為你寫多一首 是 沒錯 你有沒有搞到他憤怒 其實 我想沒有吧 Johnny哥哥應該無可 哈哈哈哈 其實我記得好像是三首 不是 這個是第三首 現在這個 其實三首都是Johnny哥哥 為了這件事去寫的 並不是在裡面找出來的一首歌 而是真的 想完一次 覺得不是 然後再改 這樣就有現在這個 所以都 其實三首Demo 都是度身訂做的 是 暫時收了另外兩首 不合數 不用著 不合數不用著 但也是好東西來的 遲些可能有機會拿出來用 看看下次罵誰 哈哈 哈哈 《Love Me Lot》這首歌 除了說 你自己原來喜歡 暗寸人 喜歡給人家說話 所以用了這個 不是真的很強烈 你慢慢的聲音 而是有態度 然後有態度 就找一個更有態度的人 和你合作 是 沒錯 這個叫Master Mike 沒錯 其實當初選擇 Rapper的時候 因為我都很推理說 不是 這首歌 我覺得要有一個Rapper 才適合 才夠兇 否則好像 差一點 我自己一個人的聲音 又未必很夠 很夠囂 這個時候 當然是想找一些 再硬一點的東西 所以就跟Johnny 那首歌 說 會不會可以找一個Rapper 來Rap呢 結果 我其實一想 我就想到Master Mike 因為 大家都知道它的詞 我覺得是真的比較狠 而且它的狠 我特別喜歡一件事 就是它寫廣東話詞 我自己心裏 我經常覺得 廣東話真的薄大精心 用來罵人 都字字鏗鏘 我覺得很有型 我就覺得 一定要找Masmi 結果很開心 這次就找到前輩 Masmi幫忙 很開心 你找到他合作 找到他們跟他 找到我有這首歌 不如你幫我Rap一段 當然是他自己處理的貼詞部分 沒錯 你跟他溝通的時候 你見到他有見過的嗎 有 有 有些歌手合作員 好像是沒有見過的 我知道 有見過 有見過 你跟他說 我想請你幫我一起玩一首歌 他有什麼反應 你都說他平時用惡地 是啊 其實 一開始填詞階段的時候 我還沒見到他 但是我們會來來會 這些歌詞 這些詞 其實他第一副寫出來 我已經覺得很OK 他第一副寫出來 我已經覺得 嘩 是啊 因為我相信 其實主要溝通 應該都是Johnny哥哥幫我溝通 但是 我想Johnny哥那時候 就太熟悉這個故事了 所以他也可以很全神地 告訴Masmi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 結果他寫出來那份詞 其實我覺得是欺負到好處 我也有強調的 就是那種惡 不是至於去到要罵死人 但是要餵他那種感覺 我看完份詞之後 就 正 果然沒有找錯人 嗯 愛我幾多 說你愛我說過很多 心經淡淺屈房 無面無影無上無力看破 愛我愛我幾多 說你愛我說過很多 不必給我覆蓄 無緣無情無上其限已過 其實我剛才在這裡 你其實很開始有自己主見立場 在那裡 我知道我想要點問 收回你的事不正確做 改改的 不如我們試試另一個方法 去做這首歌 但同時整個訪問當中 我就不斷地提醒Johnny 嗯 其實你是很信賴 依賴 還是你和Johnny之間的合作模式 現在是怎樣的呢 其實因為這個整個EP 我剛才說了 其實它是一個五部曲 其實我想維持它一個 一貫成一致成 所以基本上整個EP的五首歌 都會由Johnny哥哥去做監製 而且他實在太了解我 我們兩個之間會經常聊天 因為除了工作上 我們自己私下會經常聊天 嗯 我又講一下他的事 我又講一下我的事 我們那個關係其實很緊密 就是大家很了解對方想要些什麼 所以當做起事上來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說依賴 但是我會很信任 他很清楚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也很知道他在做什麼 就是彼此大家都很清楚 做起上來 所有事情都很信 這個可能是性格上的磨合 很合適 但是他真的擺在你身上 要做音樂 要做歌的時候 他是不是都很清楚 其實你的聲音 可以處理到什麼呢 其實也是的 因為他做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有特別 有時候我都會說 譬如說那首歌 我想那個調節放在哪裏 因為唱歌 其實我們可以做很多聲音 只要我們控制自己的音色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會特別說 今次第二首歌 我想要一些東西硬正一點 所以其實今次這首歌 和上一首歌 《Never Let You Go》 其實唱起來 那個唱法會有少少不同 有少少是壓下來 在下面這個位置 講話 speech voice 今次我特地跟Johnny說 我說 就要加一些音域 當寫melody的時候 音域要放下來 放低一點 中低音多一點 對 放中低音多一點 對 在編曲的過程中 因為想要一些比較兇的東西 所以 特別地加了少少的電結他 今次在電結裡面 我們都找了一個 其實本身也是一個結他手的人 他叫Tim 他的東西彈出來都是偏兇的 對 因為其實Johnny哥哥說 我們不如找Tim 製作一些兇的東西 接著一來 加起來就差很遠 所以 大家的配搭會知道 自己想要什麼 他又知道我想要什麼 出來的配搭就剛剛好 嗯 如果那個哀傷部曲 或者你轉了濕暖部曲 其實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情緒 我們要去度過才可以回復 嗯 那現在聽到那兩首其實 都幾是Johnny拿手的東西 沒錯 比較有型一點 迷幻一點的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 如果接下來有不同的情緒的時候 其實 你會擺到什麼曲風 上去你身上呢 其實基本上都會走電音 嗯 就是想要用 除了想說五個不同的情緒之餘 其實最想就是用音樂 用電音 去呈現到五個不同的情緒出來 其實就會發現 原來電音都可以分了很多種 嗯 譬如說第一種 其實可以暗一點 這次這個會硬一點 然後大家可以慢慢期待一下 之後又會變成 怎樣 Depression又會是怎樣 怎樣可以有些很沉 但是有電音的東西在那裡 那就是最值得期待的一個位置 好玩喔 這個玩法 還有整個EP的概念 和音樂風格 可以包得很緊 是 那你聽的時候 整件事是有連觀性的 很一致的 但是同時都多變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在那裡 是 所以都很考Johnny那個人 我都跟Johnny那個人說 哇 真是辛苦你了 就是有電音 要拿盡他的所有功力出來 那他有的 他一定有 那我就先把所有的都畫出來 當然也要考慮 要怎樣唱 是 這個也是真的 是 現在聽到這首是 關於憤怒的 Love Me Lot 因為馬米和你一起玩 那你生氣的時候 會是怎樣呢 會是喘人去罵人 是 你的感覺是怎樣呢 在這首歌裡面 就可以聽到 沒錯 接下來另外那三部曲 當然應該要到夏年開始 慢慢放給大家聽 就是你這首歌是應該在夏年 才會慢慢給大家看見 希望年頭 希望年頭可以完成到 那就連同第三、第四、第五、 一起送出來給大家聽 OK 那到時再找你聊天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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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啊 拜拜